甘露事件 再一次表明了 大唐政权内部矛盾激烈冲突的程度 所谓甘露 是大伙编出来的 以丞相李迅为首的朝臣们 想铲除宦官势力 所以才派那左金吴大将军韩曰 谎称左金吴厅发现甘露 让皇帝去 他们并不想杀皇帝 皇帝一去那 亲信太监们得跟着 借此机会隔离开皇帝跟太监 好把太监们都杀了 没想到事情暴露了 最初的策划 他们是计划 把一个大臣叫郑柱的 派往奉降作为节度使 让这郑柱先抓住军权 暗中他们要毒死大太监王守成 然后再让这郑柱 以给王守成护丧的名义 带亲军来到长安 在出丧的时候去动手诛杀太监 可是李迅在把郑柱派走之后 又觉得这个计策不够周密 临时改变计划 和韩约等人商量 以出现甘露为名 派大太监出宫集中处死 可惜的是啊 他们这帮人低估了 求是良的能力 居然被求是良给看出了破绽 求是良控制了皇帝 主动权在他们手里 要不怎么关了宫门之后 大小太监一块在宫里边喊 乌皇万岁万万岁 愣把外部这朝臣吓不住了呢 这就是皇帝威名啊 大臣们谁也不敢造反呢 只能撤退 而求是良 他是神策军的头领啊 那皇帝的近美军归他掌握 一声令下调来神策军 事变还不到一个时辰啊 这个大太监 指挥一千多名神策军的士兵 包围了朝臣们半功的鼠牙呀 李逊呢 这会儿换上小官员 穿的一个绿官袍 他趁乱逃走呢 几个知道事情完美的官员 也四散逃命 您说这些官吏们能办什么大事 最可怜的是那些并未参与 毫不知情的官员 被冲进府衙的神策军士兵 大砍大杀呀 当场就杀了六百多人 鼠牙内是血流成河 过了几天 逃亡在外的李逊 也被人抓获 杀了头 人头被送到长安 另外几个参与密谋的宰相大臣 也被公开斩首 被派往凤翔做节度使的那位郑住郑大人呢 在事变的当天 带了五百亲军来到长安附近的福封县 刚到这儿听说密谋失败了 他带的人马又退回去了 结果被监军太监秘密杀死 这场以甘露为信号的失败的密谋就被定为甘露之变 也有人称之变 打这儿起呀 这唐文宗也失去自由了 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自打甘露事件过后四年 唐文宗不明不白的驾崩了 死得够奇怪的 这就是朝中 朝臣势力跟宦官势力争斗带来的结局 在甘露之变中 主持屠杀百官的大太监求是良 临死的时候 叮嘱自己的手下 千万要记住 不能让皇帝闲而无事 没事要想着办法的 让陛下纵情于乐 而且花样要时常翻新 这样皇帝就无暇旁顾 记住了 千万不能让皇帝读书 更不能让他们亲近文臣如生 一旦皇帝要是熟悉了前代兴亡之事 就会怀疑我辈 疏远我辈呀 这番话说得在理 却也表现出 求是良这种宦官的心胸啊 可以说这是唐朝宦官 他们要达到专制的经验之谈 太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求是良这路子走的 唐文宗临死的时候 朝臣们本想按照文宗的意愿 让太子李承美作为监国 将来自然而然接替皇帝 可当时求是良还没死说了算呢 求是良几个大太监要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掌握着皇上 伪造个诏书们的很方便 李文宗的弟弟 引王李延为皇帝 这就是唐武宗 可是让太监们后悔的是 这唐武宗李延登基之后 最亲信的居然是宰相 这唐武宗疏远太监 甚至逼迫拥拥立自己的大太监求是良 提前退休 这唐武宗 这皇运怎么能久长 他得罪了太监呢 只当了六年皇帝 那么怎么死的呢 太监们跟这皇帝陛下 一块信奉这丹药 让皇帝没事就吃这仙丹 这仙丹吃多了能不中毒吗 唐武宗做了六年的皇帝 是命在旦夕呀 太监们马上又进行密谋 这回可不能选小皇帝 得挑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他们找到了那位三十六岁的皇叔李延 来当继承人 皇叔李延是唐宪宗第十三个儿子 此后的唐靖宗唐文宗唐武宗 这三位都是他的侄儿 论着他是皇帝的叔父 这辈可不小 在皇族中辈分比较高 可是要说这命运 这位皇叔是最不幸的一个 为什么呢 他的母亲正是夫人 原先是镇海节度使李延的小妾 李延呢 作为一方节度使大人 因为也跟着潮流反叛朝廷 兵败被杀 按说全家都得被斩了 可是他的这位小妾正是 长得很有资严 就被作为战利品送到朝中 拼赶上唐宪宗看中他 收为后宫 这才剩下了这位皇子 就是现在这皇叔李延 您想他母亲是这么一种出身 是战俘的小妾 出身可谓卑微啊 所以母亲卑微 这皇子也就受到歧视 在这位李延皇子三四岁的时候 有一次去拜见宪宗皇帝 看看他的皇父 可这会儿 有一个宫女 就瞅他别扭 突然间给他来几个嘴巴 踹这么一脚 好选把这三四岁的孩子 小命给要了 打这儿起啊 大伙就发现 这小皇子有点傻了 捏捏呆呆 俩眼 眯眯眯眯 这怎么回事啊 啊 他妈妈就是出身低威 这儿子也算低能吧 这什么逻辑啊 大伙都认为 这李延是低能儿 果不其然 这孩子长大之后 读书 读得就特别的出奇 怎么出奇啊 笨的出奇 气得那老师之绝胡子 而且他长成人之后 也不像别的皇子那样 乐于跟朝臣交往 他是独处于房中 看书看不明白也看 跟谁说话 没说几句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 也没人搭理他 后来大伙发现 这书房里他坐不住了 没事 这皇子就老往那庙里跑 干嘛呀 找和尚 听和尚讲故事 当时和尚们在庙中讲经 为了宣扬佛法 在讲经的过程中 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把这皇子给吸引住了 久而久之 朝廷内外 所有人都知道 皇宫中有这么一位傻王爷 没等到皇族聚会的时候 很多人就拿这位傻王爷当笑料 您就说那位武宗皇帝吧 唐武宗是性情顽劣 按说论着辈 他是李晨的侄儿 他得管人叫皇叔啊 可就因为这皇叔傻 所以他经常搞恶作剧 有一次啊 他命令太监 把这傻皇叔 撇在粪坑里去吧 太监们也不敢不听话呀 瞪过这傻皇叔 抱腿的 抱头的 抱腰的 一二三走 不等 又把这皇叔 砖进那粪池子里去了 太监求功武 劝这武宗皇帝陛下 皇子不应久在公策呀 就是有罪应该杀 也不能把他放粪池子里边 武宗不置可否 那太监的意思 他再傻他也是 前帝先皇 留下的血脉呀 可是唐武宗 就那么看着乐 最后也没说不同意 这位求公公一看 插不离了 命令人赶快 把这臭红红的皇叔捞上来 放那粪车 往家里运吧 怎么不放好车 皇帝要翻脸怎么办呢 就拿那拉粪的车 把这傻皇叔 给拉回去呢 好到家这途刷洗呀 洗了八遍 才把这味洗净了 大伙就拿这皇叔 当逗乐的对象了 那么这一次 唐武宗命在旦夕 太监们一想 这皇叔有点傻 好控制啊 再说他年纪大 一旦要是明白过味 的是我们拥立 他得对我们好啊 所以他们提议 就立这李晨 作为接班之人 这次提议 立光王的 就是那位救过他一命的 当时把他 从粪池子里捞出来的 求公公嘛 他建议 立光王李晨 这个建议得的 大伙们一致同意啊 有什么能比立一个傻皇帝 更符合所有太监的利益的呢 所以这个所谓的诏书一发布 朝中文武百官是幽据万分啊 大伙心想不妙 看来这天下 还得听后宫这帮公公们的 第二天 皇叔李晨 就在宫里的邵阳院 是接见百官啊 正是 他要登基坐殿了 可是令在场所有百官 万分惊讶的是 今儿这么一失礼 再抬头 哟 这皇叔变了 皇叔变年轻了 那倒不是 就发现以往浑浑噩噩 呆捏捏斜的目光 今天怎么格外的 炯炯而有神呢 这目光像利剑一样 扫到每个人的脸上 都让人不寒而栗 此时此刻 那位病逝深沉的唐武宗 已经两个多月 不理朝政了 就等着他一咽气 这位就能接班了 朝中积压大批的紧急政务 皇帝不说话 谁怎么办呢 听宰相 宰相上前奏饼 那皇帝不能搭茬 怎么办 现在不有皇叔之政吗 问问他吧 宰相也想看看这位皇叔 到底傻不傻 没想到这位 所谓的傻皇叔 就坐那没动 你问一句 他说一句 一一语以裁决 大伙就这么听的 这是现场反应啊 那不用回去再琢磨琢磨 用不着 全都是合情合理啊 这时候宫廷内外的臣子们终于明白 感情这傻皇叔 三十多年来 一直在装傻 多不容易啊 他是为了躲避 同宗骨肉的残杀 才装出那副傻样子 是为了让人们对他丧失警惕 三十多年来 他在等待着 是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 当这个机会到来的时候 他才能表露出自己真实的面目 太监们又一次感觉到后悔了 当年选唐武宗的时候 人家是亲近宰相 现今选光王 光王又是一个如此聪明能干的君主 他能受我们这帮太监的左右吗 朝臣们又惊又喜 好像大唐王朝 又一个中兴之主突然降临了 太监们后悔 这也不能说马上再换呢 就在这位皇太叔接见百官后的第三天 唐武宗病故 这位装傻的皇叔 终于出人意料地登上皇位 成为唐朝第十七位皇帝 史称唐宣宗 唐宣宗特别痛恨 给予他很多次羞辱的唐武宗 就这倒霉侄子 曾经把他扔粪坑里 他能喜欢他吗 连带痛恨着唐武宗这一朝 一切的政策 以及制定推行这些政策的大臣 这叫恨无及乌啊 在唐武宗执政时期 执掌大权的不是那宰相李德玉吗 牛李党征 李派的那位头人呢 这位李德玉后来被封为太尉 唐宣宗即位当天退朝之后 把自己的侍卫叫到跟前 阴阳怪气问他 刚才靠近朕站着的那个人 是太尉吗 他每看朕一次 朕怎么都毛骨悚然呢 您想想 这李德玉能不被贬到海南岛吗 就要这么老死他乡啊 而反过来 只要是李德玉提拔的 在唐武宗一朝十分活跃的大臣 也一块被捎带的贬逐出朝廷 唐武宗时期推行灭佛政策呀 你灭佛我就崇尚佛教 唐宣宗一上台宣布重建佛寺 唐武宗时仅省了上千名容员呢 那些没有用的可以精简的官员 唐宣宗都重新加以 利用 增加职位 你不干的 我是都干的 唐宣宗 在报仇的同时 也没忘了报恩 他即为一年多之后 问手下自己的亲近大臣 宰相白敏忠 白爱卿 当年宪宗皇帝出丧的时候 陆遇大风雨 百官六宫都忙着躲避 只有一位官员攀着灵驾不松手 那个人是谁呀 就把皇帝那灵驾放在雨中 大伙都躲起来 有一个看着的 你记得那位吗 白敏忠一听 陛下 那个人是山灵使 灵湖楚啊 一边回答 白敏忠善于察言棍色 他当然要提醒皇上 这灵湖楚 就是因为任山灵使的时候 贪赃王法被贬除的呀 巧妙的 把灵湖楚的处境 告诉陛下了 当年他有点经济问题 被贬关了 啊 那么这位灵湖楚还在世吗 陛下 他已经死了 他有没有儿子呀 有啊 他的二儿子灵湖桃 很有才感 现在任胡州刺史 好 那就把这灵湖桃 调进京城 这就算报恩呢 唐宣宗 命灵湖桃 进京 任宰相之职 这也算 爱憎分明了吧 那么灵湖桃 有这本领吗 当然 这才华过人啊 这位唐宣宗 心里十分清楚 太监们 拥立皇帝 暗杀皇帝的事 早有先例 这本身对他自己 也是威胁啊 所以 他沿袭过去 有罪勿舍 有缺不补的方针 什么意思呀 太监要犯了罪 绝不能宽恕 该杀的杀 该斩的斩 相反 太监自然死亡 应该再补充 新的太监 他是有缺而不补 这样太监的总数 自然就消耗下来 无形中 也就降低了 太监的势力 不过 除了个人恩怨之外 这位宣宗皇帝 也确实是有政治头脑 他在报仇 跟报恩的同时 唐宣宗叫人 把无品以上的 官员名册 整理出来 自己要过目 取名叫 聚员预览 又要人秘密的 把各州情况 编写成册 号为 处分语啊 他时常翻阅 这两本册子 在召见官员时 经常出其不意 说出一些具体的人 具体的事 具体的情况 让这些官员 又惊又怕 心想皇帝 身居内宫 怎么了解的 这么细致啊 人家皇帝 也下了功夫了 宣宗下令 所有的州刺史 认满之后 必须先回京述职 面见皇帝后 才能 再到新的地狱 去认职啊 上面提到的 那位新宰相 灵狐桃 在做宰相之后 有一次因为 一位刺史 从隋州 换到临近的房州 那么这灵狐桃 擅作主张 就没要求那次使 回京述职 为什么呢 这不是回京城 太远了吗 既然你这新旧 两任地方这么近 何必绕远呢 你就直接问他上任吧 这事 让唐宣宗知道了 立刻命令人 把灵狐桃 给我找来 唐宣宗 板着个脸啊 朕是为了防止 周刺史 为官殷寻守旧 才命他们 进京述职 亲自要过问政级 以政级 作为对他们 官职升降的考核 朕之命 即为天命 天命即行 请岂能逾约 你怎么能 违背我的命令 宰相 太自作主张了吧 哎哟 说得这灵狐桃 吓出一身冷汗 赶紧跪那请罪呀 唐宣宗 平时朝会的时候 总是一副 一本正经的样子 在宫内 跟汉林学士 内书密使 这些内臣 和这商量问题的时候 他也是不苟言笑 有一次 在阎英殿 他跟大臣们一试 唐宣宗破例 跟他们谈笑了一番 正当大臣们 情绪放松的时候 他突然这脸 呸 要板起来了 大伙一看怎么了 难道刚才有什么 言辞过激之处 说了什么错话了吗 皇帝意味深长 清辈好自为之啊 朕长孔清等附阵 是日后不复得见 再无今日之欢 这简直是一句威胁 我生怕将来你们对不起我 我把你们杀了 再也没有今天 君臣笑谈的这份欢快了 这就叫帝王之术 恩威并失啊 这做法使得朝臣们 终日里是战战兢兢 林胡桃当了十年宰相 他就曾经对亲信说过 说我每次在阎英殿 面对陛下奏势 为常不汗流沾衣啊 每次报告公务的时候 我这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 吓得 这位心机极其深厚的皇帝 在位十三年啊 这期间朝政较为平稳 国内局势也不曾发生重大危机 唐王朝太平了 中兴了 没有 确切讲来 这是大唐帝国 临江灭亡前的回光返照 事隔不久 公元881年1月16 以皇帝为首的这帮皇亲贵妻 朝中大员 不得已不再一次仓皇逃离都城长安 此时在位的是唐熙宗李轩啊 李轩是被迫无奈告别都城啊 哭得跟泪人一样 说来也怪 大唐朝有多少皇帝 多少次被迫告离都城啊 唐熙宗李轩也是一位啊 这太有点窝心了 他是上午被迫离开了长安 刚走了半天 也就是中午时分 有一只浩浩荡荡的企业大军 就冲进了长安城 为首的大将金盔金甲一脸傲然 前面高高飘扬的大旗上 写着一个陡大的黄字 为首的这员大将是谁啊 这就是满城近代黄金甲的那位皇朝 皇朝帅领千军万马 带着这支起义队伍是占据的 长安城 臣荡 стал嗓出入 locked吗 非常的 good